蘭芸晚安 小易晚安 美金星晚安 蘿莉郎晚安 對不起大家今天遲到了 因為剛剛在準備我的晚餐 後面好多草 欸被看到了 對 今天準備吃草 但是草要配什麼東西還沒決定好 謝謝熊熊的Kiss珠珠 謝謝茄子的Kiss珠珠 下午安 哈囉 I'm yours 因為今天去了市場 這個菜奇亞 現在青菜超便宜的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變熱的關係 所有青菜都超便宜的 謝謝I'm yours的露骨超好 謝謝爸爸送我香蕉 可是不知道怎麼今天看香蕉還蠻貴的 孝賢還在蠻好喔 謝謝家好的啾啾你喔 後面的是空心菜 你們知道空心菜 現在超便宜的 就是前幾天奶奶買了空心菜 一把十塊錢超大一把的 然後他就說好便宜 然後就今天我去市場 果然我就看到各個蔬菜啊 苦瓜什麼都是 一條十塊一把菜十塊錢 然後我在買一把十塊錢的青菜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抓住了我的手 是一個婆婆 一個婆婆 她拉著那個菜籃子 謝謝楊鎖心之亂 就我在那邊看一把十塊青菜 然後我已經準備要買了 然後一個婆婆突然一把抓住了我 然後她就靠近我耳朵說 在對面有三把十塊錢的空心菜 然後我就 喔好謝謝 就在對面而已 婆婆人很好 對啊 就我在那邊看想要買一把十塊青菜 結果她 她居然跟我說 那邊有賣三把十塊錢的 而且 因為我在那邊要 已經要買了嘛 所以她就很小聲靠近我耳朵旁邊講 笑死 小姐阿努娜奇的心之關 婆婆真的是佛心 對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就真的 跑去對面看 然後真的真的是三把十塊錢的空心菜 所以我們家現在太多的空心菜 然後這只是半把而已 這只是半把而已 就這麼多了 已經一鍋了 你們看一下 我剛剛去洗的 這裡半把這麼滿了耶 因為我想說我一個人 吃一把好像太多了 謝謝小白兔的心之罐 爸爸喜歡吃空心菜 其實我小時候沒有很愛吃空心菜 可是 這都是因為 被我媽媽害的 等一下我覺得這首歌有點 現在夏天我想要聽比較輕鬆的歌 就因為小時候 媽媽她 煮空心菜的時候 炒空心菜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她都葉子的部分 她大概空心菜那麼長一把 她大概只切兩刀分三段 那個梗中間 然後葉子 這麼長 這麼長 然後小時候都 牙齒就不太好了 小朋友 會在那邊咀嚼咀嚼咀嚼 然後咀嚼老半天 然後 然後空心菜好難吞下去 然後最後就會 吞不下去 快給到了 她就 從嘴巴把那個空心菜葉拿出來 就一整條從我喉嚨裡面拿出來 然後我就有那個童年陰影 因為媽媽都不切 就不把那個葉子切短一點 然後每次都一直咬 然後還會夾到 然後整條拉出來這樣子 所以就導致我小時候 非常的不喜歡吃空心菜 等於小朋友本來就 那個牙齒沒有那麼好 就很難吞一點 然後媽媽又不把菜切切短一點 倉鼠不是很會吃草嗎 小時候牙齒還沒那麼好 牙齒也是訓練 跟辣一樣可以訓練 媽媽真的以為在癢癢喔 對 反正就因為這樣導致我有童年陰影 因為其他葉菜類 就是葉子不會那麼長嘛 後來媽媽也有被爸爸罵 爸爸說你 每次都跟你講 就跟你講要切短一點 每次都這樣很長 可是媽媽每次都不切短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穿Festival衣服 對啊 因為今天 你們可以看我今天非常的居家 今天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家庭屬婦 就是 去了市場 然後做做家務時 就穿得比較輕便一點 浩瑋晚安 哈囉姨姆晚安 喜歡我居家的樣子 居家屬 沒有圍裙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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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其實 我今天只是做很簡單的東西 應該不太需要圍裙吧 奶奶昨天穿一個短板露肚裝 然後她去 她好像去炒菜 她昨天去炒菜然後穿露肚裝 結果那個油一下去 就啪 就被噴 噴在她的肚子上 然後起水泡 然後她洗澡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喊 好燙啊 好燙啊 謝謝米酒的新知冠 對啊 所以就說了 炒菜 那種有油煙的 一定要穿尾裙 哪有人那麼性感 穿露肚裝去炒菜 好燙 好燙 SKY 謝謝 俊師郎的 KISS JOO 米娜會穿姊姊的衣服嗎 會啊 因為現在我跟姊姊的提型 對提型差不多 所以我們的衣服都會互穿 可是我有一些太日系的服裝 姊姊就不會借來穿 因為她比較不是那個風格的 然後姊姊也有一些衣服就是太露了 那種露胸露背的 那種露太多的我也不敢借來穿 就是比較中間值的那種百搭款 我們就是會互穿這樣 姊妹互穿 謝謝Akira的新知冠 有爆而已還好吧 我也不知道奶奶怎麼會被噴到 我炒菜也還好啊 哈囉九尾 露婷 露婷晚安 有沒有覺得今天的Mina比較溫柔 因為現在太熱了 我很後悔我剛剛把客廳的風扇關掉了 因為客廳的風扇是那種大的 在上面轉的 那我想說我現在坐在廚房應該 吹不到 所以我就關掉了 結果發現其實還是有差啊 就是家裡的那個空氣的對流 現在覺得超悶 熱呆了嗎 也不是熱呆了 但確實太熱會覺得有點昏昏髒態 我現在就有一點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很熱我不能太激動的講話 太激動講話我會更熱 應該滿頭大汗 我有穿過露肚裝 有啊我自己也有啦 但是奶奶的又更 更布料更少一點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敢穿 謝謝倫力郎的夢幻煙紅 最近好像都很難中 中到紅包 現在臉頰應該很蓬鬆吧 看得出來吧 熱熱的 哈囉黑皮仔晚安 哈囉草莓醬晚安 更新之後就變難中了 為什麼要更新呀真是的 奶奶的是比基尼吧 差不多每次跟奶奶出門的時候 都會被路人 奶奶會被路人側目 就是跟他走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常常會路人 不管是大叔也好啊 阿公也好還是 還是年輕人都會側目 謝謝家豪的新之怪 真的就跟奶奶走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路人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走過去了 頭都快扭動有沒有 他一直看著奶奶 然後我就跟奶奶說 你看那個人怎麼一直看你 還是怎麼樣 奶奶這麼性感 有時候也沒有穿得很露 就有時候可能穿比較 鮮豔比較特別的衣服 然後就被人家一直盯著看 夜雨昌神五安 奶奶是阿公殺手 奶奶奶 也是 他市場很廣泛 給路人發冰淇淋嗎 是也沒有 其實奶奶不太 不太會穿那種太 就是 也不是太暴露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你可以看出 他有一點穿衣的品味 但是不是刻意 賣肉的那種 奶奶衣服都走浮花心 你們又沒看過奶奶怎麼知道 哈囉 遊戲的晚安 敬晚安 謝謝茄子的新之冠 哈囉 傅玉翔晚安 看我穿奶奶的就知道了 但是我穿奶奶的衣服 也都是我能接受的範圍 他有一些真的太露 我真的不太敢穿 我都偷穿 偷穿也是要選過的好不好 好看的才會拿來偷穿啊 謝謝巴巴的鳳梨 Mina戰鬥力不弱 真的嗎 但是我平常喔 我平常穿的也都蠻隨便的 就是我也很喜歡這種 寬鬆一點的衣服 而且我平常出門就是 特別是現在夏天到了 我就很注重防曬 都會 而且現在出門一定要戴口罩嘛 然後帽子也是必備的 然後長袖長褲 我每次出門的時候都會包的 只是很可疑 看起來超可疑的 頂多被七七捏 七七沒有這種衣服嗎 露肚子之類的 謝謝Martin的香蕉 秀套又要出現了嗎 對 秀套要出現了 還有那個 阿姨愛用的那個 那種什麼 防曬帽 一整圈的 然後蒙住臉 然後一直到脖子的 就是可以節省防曬乳 開喜婆婆要上線了 開喜婆婆是穿這樣嗎 謝謝小翼的肉骨茶 小虎晚安 小風仔 欸小風仔今天生日 怎麼覺得最近好多人生日喔 小風仔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不行我會被現在的音樂影響 我越來越愛 我越來越愛 愛不愛 都成為我們的負擔 我的依賴 生日快樂 唱了一首跟生日好像沒什麼關係的歌 因為剛好看到 剛好現在放這首歌 阿努娜請你晚安 謝謝哈漢的新之冠 現在放哪一首歌 我記得是王彥威的歌 王彥威的歌 看看歌名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 叫離開我的依賴 離開我的依賴 生日唱這個是不是怪怪的 謝謝艾文的肉骨饞 米娜後面的草還在煮嗎 還沒開始煮 我是不是該開始煮了 我來煮一下好了 我也還不知道要吃什麼 先吃點草墊墊味 夏天很熱 沒什麼食慾就會這樣 不會像冬天有一種 每天都好想吃火鍋的那種感覺 謝謝家豪的Kiss珠珠 哈囉無悔晚安 謝謝茄子的玫瑰 不是生日快樂歌比較特別 但是你們不可以離開我 謝謝米酒的Love 今天也是菜湯蛋的搭配嗎 沒有這裡面只有菜 因為天氣太熱了不太想喝湯 所以我應該等一下 就是把青菜撈起來直接吃 就加一點醬油什麼的 謝謝玉安的玫瑰 夏天動不動就想吃冰 所以還是沒有受到 可是夏天 夏天我覺得 氣色會比較好 就是冬天的話 因為特別女生就很容易手腳冰冷 我就是很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氣色也會不太好 可是現在最近天氣比較熱 就是有沒有感覺 雖然我現在有上一點腮紅 但是就是整個氣色來說比較紅潤 臉色比較紅潤 哈囉魚凱晚安 謝謝富偉哥的剪刀 不可以離開我 那嘗試逃走的如何 全部都抓回來 你拿搶紅包的好 我準備 怎麼獸星都 獸星都來發紅包啦 女生普遍末梢血液循環不好 那不是老人家才那個嗎 阿嬤 謝謝小瘋 我又搶到耶 搶到了26 謝謝 謝謝小瘋仔 謝謝阿當的肉骨茶 謝謝無悔追蹤 謝謝Ben的肉骨 謝謝小瘋仔 小瘋仔生日快樂 小瘋仔現在還在上班嗎 還是生日就請假不去上班 謝謝爸爸還有阿努那琪 謝謝茄子 還有雜工的Kiss珠珠 小瘋仔下班了 唉唷這麼早 那今天小瘋仔要吃生日大餐嗎 買一個蛋糕吃還是什麼 謝謝家好還有爸爸的Kiss珠珠 什麼昆蟲戰士哪有從我抽張裡逃出 謝謝牛排的肉骨茶 還有謝謝思緣的LOVE 爸爸的生日酒家人的生日快樂歌也很好啊 大家有沒有看食物丸的影片 擺善笑為先 看到長輩先笑就對了 要珍惜家人在身邊這段時間 是不是 就像我那時候 其實我當初想要回澳門讀書 也是因為想要多陪陪家人 因為 我說了嘛 我國中之後家人都 就回去澳門工作了 然後 我其實 我有那時候有意識到一件事就是 長大之後啊 就是會 越來越沒有時間跟父母相處 因為我之前打工的店裡就是這樣子 老闆娘跟他的女兒也是很久很久才見一次面 所以我就覺得 要真的要好好珍惜 因為 女生啊特別就是 就是有了 就是有了家庭之後啊 可能就更少時間陪伴家人 所以我就 那時候我就想說 蝦 後面怎麼了 ,我嚇到 我嚇死了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蓋 蓋餐具的倒了 嚇死我 反正就覺得要 珍惜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但是殊不知突然 突然有了一個 徵選活動 然後我就回來台灣了 結果導致我 課業 沒有辦法完成 然後 也沒有辦法陪家人 就是說真的 我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真的好少喔 所以現在過年 只要有空的話 就是 還是希望可以回去 跟家人一起聚一聚 還以為爆炸了 沒有是隔壁那個 有沒有看到 那個放餐具的 突然 歪掉了 謝謝 欸 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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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上台北讀書 打工之後也是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 而且我 國中畢業 國中的時候我還沒有很成熟 還沒有很成熟 還算是個小朋友 即使現在也是像小朋友 就是 心智上當然成長了很多啦 但是跟以前比起來就會覺得 以前自己 就確實是小朋友啊 而且真的 長的 就是我們家的孩子 長的都比較 勇氣一點 我突然想到 姐姐之前說一個事情 就是她說她 因為我們不是都跟鄰居關係蠻好的嗎 然後她就是說 就我們家附近有一個 有一個婆婆嘛 然後也是 那天好像奶奶去 出門買什麼東西吧 然後鄰居看到了 就說 欸 啊你不用去上課嗎 然後 欸不是不是 是奶奶下班回來之後 鄰居看到她 然後鄰居就問姐姐說 喔你剛下課喔 然後姐姐說 喔沒有我是下班啦 然後那個 那個婆婆就 蛤 上班 所以你現在沒有去上課 你沒有去上課 就去工作 你書沒有讀完就工作 好辛苦喔 然後就 就 不知道那個婆婆就好像覺得 我們家很辛苦 就 什麼 你你下班了 所以你書都沒念就去工作 好辛苦 奶奶已經大學畢業了好不好 然後鄰居整個誤會啊 怎麼會是這種煩惱 好快笑死 人家以為是那種可能家庭 家庭環境不太好有沒有 然後年紀小小 書沒念完就要去工作 我家父親鄰居都好難 可是鄰居誤會啦 然後我還問奶奶說 那你有沒有跟他解釋 您已經大學畢業了 很久了 而且還畢業很久了 然後奶奶就說沒有 他說他放棄 他放棄解釋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 太鬼了 我處理一下 奶奶叫人 奶奶還沒奶奶準備叫人 奶奶還沒奶奶準備叫人 奶奶都有孫女了 奶奶都有孫女了 說不定是這樣才常常來送水果什麼的 沒有送水果的是別的鄰居 我想到我前幾天也是去倒垃圾 然後到垃圾回來的時候 就鄰居在樓下聊天 就幾個鄰居在那邊聊天 然後我就跟鄰居點個頭 然後鄰居好像沒有反應 然後等走到很近之後 然後鄰居看了一下我才 原來是你喔 因為就是鄰居他說他近視 就是看不清楚 然後很近才看得清楚 然後他遠遠看想說 他想說 我們在動什麼時候有小朋友 因為我們這動其實都 就是沒有小朋友 然後他以為我是小朋友 怎麼是你喔 心事太嚴重 因為夏天吧 就是夏天穿這種T恤 看起來就是比較像小朋友 可是我覺得奶奶那個比較好笑 蛤 你沒有練書然後就去工作 我好辛苦 快笑死 鄰居哪天在電視看到我 應該 應該 我們還沒有有名到這樣 還不夠紅啦 我穿吊帶褲也很像小朋友 爸爸才是吧 爸爸最後還穿吊帶褲了 想說怎麼有小孩亂跑 我們家小朋友都長得很Dewpie 回他想不到吧 太討厭了吧 期待在捷運偶遇 Mina 我覺得很 捷運偶遇看不出來 我戴口罩你們就認不出我了吧 爸爸的衣櫃還沒有吊帶褲 爸爸小時候的拿出來穿呢 每次搭捷運都認真觀察周遭 但是也太難遇到了吧 如果真的那麼好遇到的話 也太有緣分了 現在都戴口罩看不到本體 對啊 希望可以趕快不要再戴口罩出門了 不然夏天真的好熱喔 看不到臉頰不好認 對啊我也覺得欸 臉頰是本體 你們看 臉頰是本體 如果沒有臉頰 我覺得我就很一般 就是個素人 哈囉 女怪晚安 捷運一天18個小時 搭18個小時 什麼 什麼意思 每天都在捷運這樣晃是不是 謝謝阿基拉的口罩 有啊 我也有遇過粉絲啊 我也有遇過粉絲 謝謝阿基拉的口罩 所以真的如果在路上看到Mina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這樣子 但真的很少遇到 鄰居在看迷你孔 鄰居不會看迷你孔啦 鄰居都是 都是 怎麼講 我們這個社區住的都是 中老年 只是年齡層比較高 比較沒有什麼小朋友 今天燈光是不是比較亮 我也不知道欸 每次在沙發那邊 直播的時候 都覺得看起來 臉比較黃 柚子江武安 有看到咖啡槍廣告 是不是都 Mina的是不是沒有 沒有廣告啊 謝謝柚子江的肉骨茶 中老年對我們很陌生 對啊 就是像我爸爸媽媽那個年紀 他們也不太關心台灣演藝圈發生了什麼事情 謝謝柚子江 搞不好有中老年飯 中老年也是會有啦 但是比較不會像年輕人那麼追心 謝謝玉成的Kiss Jojo 早餐完 怎麼有種好久不見的感覺 Mina只有在網路上看過 我的是不是沒有電視廣告 爸爸邁向中年了 最好啦 爸爸這樣就要中年 那我爸爸媽媽怎麼辦 你說他們老喔 齁 我要跟岳父岳母高壯 沒住台北沒機會遇到倉鼠 有住台北都不見得遇到欸 這是在廚房 這是樓下的小廚房 但是小廚房 中老年對泡蛙蝦比較熟 施雅對泡蛙蝦也蠻熟的欸 難得玉成今天休假 真的覺得好久不見了 感覺最近大家好辛苦 柚子江是中年大叔了 中年也可以追心啊 心思雅 思雅終老年 欸我沒有這樣說 不要不要再毀謹我 我快沒朋友了 我要把我的菜撈起來了 我要來吃了 曉辰快失業了 真的假的 思雅只有18歲 沒錯永遠的18歲 我真的快沒朋友了 我已經被黃秘書下贊帖了 黃秘書說下次要來我家吃爆 我已經沒朋友了 我要拿食物跟黃秘書贖罪 哈囉文人默克晚安 吃爆的贊帖 我家要被黃秘書吃垮了 黃秘書知道了 對啊他昨天半夜就傳訊息給我 不過那時候我已經睡覺 所以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還好早上才看到 不然我都睡不著了 出來在等你 食物外交 食物是最好外交的一個東西好不好 一個手段 國小還是國中的時候 只要你手上拿出一包零食 然後所有人都過來吃 只要你有食物大家都喜歡你 大家都聚集你 還有那種生日的時候 有些同學就會帶那種乖乖桶 然後發給大家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謝謝你了 就很開心 但我生日 因為我是暑假生日的 所以以前都沒有什麼禮物 因為暑假的時候大家都忘記我生日了 暑假生日的悲傷 不過就算我不是暑假生日的話 我也不會發東西給大家 因為要發給全班也要花很多錢 我們家應該 我們家應該沒有這個錢 有食物就是老大 食物外交的機會都miss了 誰叫我是暑假出生的孩子呢 都沒有人幫我過生日 現在有生日會 現在有生日會 對啊有你們跟我一起過生日 現在補我以前小時候沒過到的生日 一個乖乖桶也不便宜吧 哈囉知音晚安 布丁生日有發給大家布丁 什麼時候 你說發給他的同學嗎 浩浩是孩子王 去年生日就陪我過 今年生日不知道喔 還不知道要看疫情怎麼樣 希望你們也能陪我一起過 乖乖桶要300多 我們家可能 我們家可能也負擔不起 以前小時候你看連一個書包 也才多少錢都不買 乖乖桶更不可能 如果要買乖乖桶 那我還更想要一個書包 謝謝新鮮檸檬的肉骨茶 哈囉弱日以下晚安 我要來吃我的菜菜 差點打破完 吃快讓破碗 台語蠻好的 生日在暑假不用請乖乖童 可是沒有人幫忙 沒有同學一起過生日啊 而且在家裡 好啦在家過生日也是蠻幸福的事情 可是現在的話 嗯 現在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的生日也過得很枯燥 就像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生日也是 我跟奶奶就自己買那種 一個50塊的小蛋糕 然後自己在這邊 唱生日快樂歌慶祝 羊熊仙蝦挺好喔 維他命晚安 飛電現在都沒在過生日 其實你不覺得就是 長越大就越沒有過 就沒有那麼 對於過生日有什麼 就比如說小時候一定會覺得 生日一定要吃生日蛋糕 才是過生日 可是到長大之後你就開始 對生日漸漸無感了 不覺得嗎 現在生日的話 好像反而很少吃蛋糕耶 頂多就出去吃個 吃個飯這樣子 因為老了 而且我要活到100歲耶 我每年生日都吃蛋糕 要吃100次蛋糕 吃到都不想吃了 越大越怕過生日 又要往30跨進一步 真的 你看年紀大了都 過了18歲 好像都不是很喜歡 在那個生日上面的蠟燭 擺真實的年齡 可以把生日改到喜歡日子 生日可以隨便改的嗎 小時候要蛋糕要禮物 大了之後就都口頭說 就長大之後已經不 不那麼奢求物質了 是不是 對啊都用問號的蠟燭 不想要公佈年紀 所以現在會用打火機了嗎 還是不會 因為我們家都只有那種 那種滾輪的那種 那個我覺得好可怕 過了25歲會覺得不想再過生日了 每過一次就覺得自己離30歲越近 然後 當女生30歲之後就開始擔心 什麼就是家庭的問題 會不會變聖女還是什麼 過了25歲 體力就會沒有以前那麼好 我也快25了耶怎麼辦 我覺得好可怕喔 我現在開始鍛鍊我的體力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哈囉昆昆晚安 一根蠟燭可以吹滅就好了 重點是打火機不會用啊 連一根蠟燭都點不起來 打火機不會用太難了 我來夾我的菜了 它已經快爛掉了 真的很多耶 我的天啊 這只有半把耶 半把空心菜 我先吃一小碗 要變懶惰倉鼠動不了 不行 要活就要動 現在連外出都感到吃力 這只是因為 單純懶惰吧 奶奶也是啊 奶奶也是過了25歲 沒有奶奶從以前就一直很懶惰 而且現在 現在外送 就是從那個疫情開始之後 就外送很盛行嘛 然後奶奶就開始 每天都是叫外送 死不出門 然後現在外送也很方便 便利商店也可以叫 便利商店已經夠便利了 還要到你家 然後還有什麼 線上購物那種 大賣場啊 就什麼都可以在 什麼都可以外送之後 奶奶都不出門了 外送比較貴 我也覺得外送比較貴耶 所以如果外送 外送有一些是店內價 有一些外送都會比店裡貴 所以我還是喜歡自己出門買 而且就可以挑實體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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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謝謝昆昆的楓葉 我去拿一下醬油 醬油應該在門邊才對 空心菜 空心菜加一點醬油跟香油 就很好吃 我以前打工的時候也很常 很常吃這個 很常吃這樣子 哈囉東東晚安 外送員要賺錢 但外送費也算是夠便宜了吧 外送費通常多少錢啊 我真的太少叫外送了 我真的太少叫外送了 不太清楚 我明天幾點開直播 明天不會開直播耶 明天不會開直播耶 明天不會開直播 今天是這禮拜最後一次了 因為我一個禮拜大概開三次直播 不要難過 吃整晚的吸管 沒有來又有葉子 我要來吃晚餐了 謝謝太空的玫瑰 夏天真的沒什麼食慾 可是又不能完全不吃 沾到嘴巴 不拿衛生紙 幫我不行啦 醬油太鹹了 這樣營養會均衡嗎 其實本來想要弄別的東西 但是 今天下午都在練琴 都在練琴 然後 因為我只要一練貝石 我就會忘記時間 所以我剛剛其實 練琴練到 直播大概前15分鐘 要直播的開始化妝 然後還要洗菜啊 直播怎麼洗菜 然後反正就 急急忙忙的弄一弄 所以 就來不及準備其他東西 所以 想說 就先吃這樣 等一下直播結束再看一下 今天還要弄什麼吧 一碰貝石就會忘我的老鼠 對啊 我 基本上每天都會練琴 就是 可能有一天練吉他 一天是練貝石 就是會 會輪替著練這樣子 可是 練吉他我大概彈 一兩個小時 我會告訴自己 差不多該休息 明天再繼續練 但是貝石的話 我真的 貝石就是有一種魔力 我就是可以 就是會彈到忘記時間 這很糟糕 太可怕了 設定鬧鐘比較不會忘 可是怎麼講 就是 貝石就是 你會一直想要 你會一直想要 你會一直想要彈下去 我有稍微看一下時間 我知道我差不多 要不要再彈了 可是就是很想繼續彈 就是我太 太貪心 想說來得及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 如果我彈太久 我知道我自己 自己吃飯的時間 就會不夠 可是我就覺得 跟貝石比起來 吃飯跟貝石比起來 我覺得貝石比較重要 吃飯的話 隨便吃吃就好了 所以 所以我剛剛選擇了 彈貝石 入魔了 對啊 就是真的 沒關係 我就先吃清茶 我晚點會吃別的 想要看Mina 忘我練習的表情 呵呵呵 就是沒有表情啊 真心喜歡才會一直彈下去 對啊 就是 雖然我現在 也有在學吉他 可是 嗯 我感覺 我學吉他是為了自彈自唱 就是為了唱而彈琴的 不是專攻在吉他的技巧上面 但是貝石的話 貝石的話 貝石的話是 真心很 就是有愛的那種 可以看我練習的 不講話 呵呵呵 這樣我會緊張欸 好像不像羊 吃草 三把十塊錢 還不吃爆 喜歡貝石勝過一日三餐 可是我今天早餐午餐都吃的蠻 蠻健康的 蠻豐盛的啦 我覺得 所以 晚餐我本來就是吃比較多青菜 所以還好 決定等等去吃熱草空心菜 欸 熱草的空心菜 一盤要至少80到100起跳吧 我覺得空心菜明明就超便宜的 三把十塊錢欸 看米娜吃東西很療癒 發發的晚餐吃 好像吃炸秋刀魚 為什麼是好像 秋刀魚會拿去炸喔 不是都是烤的嗎 對啊 一百起跳 很賺欸 不過現在我去開熱草店賺飯了 還是我以後 我以後畢業之後 我去開熱草店 我覺得我可以跟奶奶一起開一個熱草店 因為奶奶她也是非常善於做那種下酒菜 我的話就是 嗯 基本的熱草料理我也會 就是麻婆豆腐魚香茄子啊 然後什麼 醬爆蔥爆那些 就是蠻基本的 好像可以喔 可以開個熱草店 感覺很賺 我看 無話可以說卻很輕鬆 自然笑著 等待著 陪你一頭 請問 晚餐也太少了吧 沒有時間去弄別的 我先 先吃這樣子 然後 嗯 晚一點再看吃別的 而且我常常這樣講 然後後來都沒有吃東西 吃減重餐 算是吧 因為夏天到啦 就 會很想要吃冰 很想吃冰 但其實冰淇淋那種東西 都是 都是很多油做的 而且吃了之後 就覺得好像好罪惡喔 我想說晚餐吃少一點 爸爸最近練習的技能 什麼鐵板的技能呢 這樣會營養不良 但是我的午餐有吃 有吃蛋還有肉了 也有飯 所以晚餐可以吃少一點 好吃的都高熱量 真的啊 越高熱量越好吃 因為我也蠻喜歡吃那個蒟蒻乾的 蒟蒻乾好像熱量不會很高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吃 結果吃完之後我發現 完蛋了 我的咀嚼雞好像 好像變得特別發達 越來越發達了 雖然很好吃 但我後來就不敢吃 因為那個就是要 要很用力咬嘛 謝謝強娜森叔叔的樂福 很久沒吃炸物跟甜品了 今天好像也很養生喔 蒟蒻乾是高在鈉含量 對啊其實蒟蒻乾也蠻不健康 最健康是那種 就是蒟蒻 我之前減肥的時候也很常買蒟蒻 那種蒟蒻麵或者是一整塊的蒟蒻 可是我後來覺得那個太沒有營養價值 就是其實比起你買一包麵更貴 貴又沒有營養價值 所以我現在都不買了 謝謝黑雕的Kiss Juju 你要看調理方式 對啊 就是如果加了很多什麼調味的 可能熱量就會很高 蒟蒻麵 有啊有啊 現在外面也有在賣 那種一包好像24塊錢 不如買一堆菜跟蛋水煮來吃 我也覺得 而且還比較便宜 380塊 減肥要正常吃反而更容易瘦 怎麼講 但是 我覺得我吃的很正常啊 我這樣吃哪有不正常 一包24是不是有點貴 所以我就覺得蒟蒻蠻貴的啊 一餐只吃菜 等一下我沒有只吃菜 我只是因為直播沒有時間弄別的 我沒有只吃菜啦 你們不要攻擊我 我只是沒有時間 休澤晚安 哈囉維他命 為什麼一直會 為什麼會一直弄到下巴 不加一匙辣椒嗎 沒有 我今天就是要吃養生清淡的 因為辣椒醬也是要錢 結果我是為了省辣椒醬的錢 泰米娜吃太少 今天真的沒有時間啦 所以 就吃的比較隨便 天天吃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也不便宜耶 有吃好過 喔對啊 吃青菜 而且青菜是很健康的 嗯 參加黃金傳說 黃金傳說不是一個BGM嗎 健康吃 健康吃 我中午吃的很健康 欸健康嗎 因為我們家最近在乳味 然後中午的時候就吃了 嗯 乳 控肉 吃了控肉跟乳蛋 跟飯 這樣算健康嗎 好像控肉也沒多健康 可是很好吃 他們有一萬日幣過一個月的計畫 喔 好像有聽說過 我覺得我可以啊 但是可能就 就是肉要少吃一點 就多吃 雞蛋之類的 好吃就健康 我覺得很好吃啊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燙青菜很好吃耶 而且真的是因為夏天天氣很熱 沒什麼食物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喜歡吃青菜 可是我覺得吃這樣很好吃 因為 很久沒有吃燙空青菜了 覺得很好吃 很幸福 你們能理解吃草的幸福嗎 我是沒有很喜歡吃沙拉那種 因為我覺得沙拉就是沒什麼味道 可是加醬 又感覺其實你就是在吃醬 那空心菜就是你拿去燙 你還是吃得出它的菜味 OK OK 撈完 蔬菜湯沒有 今天只有燙青菜 謝謝熊熊的啾啾你喔 阿基拉體會過吃土 真的嗎阿基拉有吃過土 土好吃嗎 聽起來就不好吃 真是的 你們懂空心菜的美味嗎 空心菜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好吃 終於喜歡吃草 又沾到下巴了啦 這句喜歡吃草 空心菜喜歡配腐乳 豆腐乳嗎 咀嚼聲超清晰的 這很新鮮阿 看我吃都變好吃了 雖然只是空心菜而已 雖然只是空心菜而已 下次啦 下次啦 下次直播再好好準備好吃的 今天沒時間準備 都吃空氣 你們可以當神仙了 只喜歡吃葉子的部分 我也是 我也是特別喜歡吃葉子的部分 如果家裡炒空心菜 最後都剩下梗了 因為大家都喜歡葉子 空心菜沒有熱量 有辣 菜類還是有一點 今天吃菜 今天是初五嗎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吃素 初六吃素 初七吃素 初八吃素 初九吃素 初十吃素 我好厲害喔 我很會吃素 今天是十五 初十五出素 今天真的是十五喔 有沒有 其實我早就知道今天是十五了 所以我才吃素的 你讓我外面會不會知道 很快味一講 很快味一聲 什麼東西 這就是什麼很快味一聲 有辣子 你連熟的 我給你們聽說 你連熟也沒有在那裡 你們都請你連熟也不要 不要再問我 人家的好快味一聲 你給我拿去 只是我來 吃醋 從我來 忍耐痛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在那裡 可以熟 空心菜梗當吸管 然後能喝湯嗎 用空心菜梗喝湯 吃素要配菜瓜 其實我覺得菜瓜還蠻貴的耶 菜瓜跟麵筋都蠻好吃 但是也不便宜耶 我覺得現在的罐頭食品都蠻貴的 小明怕被吞下去 小明要練壯一點才不會被吞下去 青蛙肉 青蛙肉這是田基吧 是不是 長鼠會被蛇吞掉 我會跑很快的 我跑的還蠻快的其實 因為我很喜歡跑步 謝謝孝賢的偷偷喜歡你 孝賢可要小心會被吞 為什麼孝賢也是老鼠嗎 孝賢很怕蛇 我也怕 我也蠻怕蛇 其實我很膽小 我什麼都怕 我從來就不否認我膽小啊 我害怕的東西很多 怕水啊 怕蛇 怕狗 怕蟑螂 怕 怕 死 怕窮 很多 什麼都怕 太膽小了 啊 相處太貴 實驗室都餵白老鼠 白老鼠不值錢 是不是 怕俗 怕寂寞嗎 不怕 因為我也有見見美 欸 寂寞的時候有見見美陪我 就 就開心 Mina怕黑嗎 黑倒是還好 沒有很怕黑 怕沒有見見美 嗯 天見美太重要了 每次不小心摔到天見美的時候都好心痛啊 會怕沒錢嗎 有啊 我就說怕窮啊 因為我小時候 過年拿到紅包錢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存起來 都會把紅包錢一直存 都不花啊 都不花紅包錢 因為就很怕 很怕會走投無路 所以就會一直把錢存著 只要身上沒有一點錢 就會覺得很不安 因為有一些痕跡才有味道 什麼什麼什麼痕跡 紅包不都是都上角嗎 沒有欸 我們家媽媽不會 不會拿走我們的紅包錢 就是會給我們 可是我都不用 我都一直存起來 有被無患嗎 就是怕突然有什麼狀況的話 就可以派上用場 喔 背史上的傷痕 可是有 有刮傷還是會很心痛啊 每到月底都不安 月光族嗎 紅包居然可以自己留著 大部分都可以自己留著吧 對不起我剛才打嗝了 可是吃太多草 就會打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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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娜存了23年是小婦婆了嗎 嗯 也沒有欸 因為後來還是 後來還是會用啊 我忘記之前存的紅包錢拿去幹嘛了 好像是 我自己一個人生活之後 就是需要用錢的地方比較多吧 所以就開始用我的紅包錢 而且因為以前小時候沒有自己的銀行帳戶 所以都是放在 放在自己的存錢筒或是哪裡 可是長大之後就 有自己的銀行帳戶 所以 錢都會存進去 所以根本不記得有多少紅包錢啊 反正能有多少應該都會存起來 但就不像小時候會知道 喔那個就是我的紅包錢這樣 謝謝下午的大聲說愛你 聽說美國人都不存錢 真的嗎 要看理財觀念吧 要看理財觀念吧 不過我就是個守財奴 我就是喜歡存錢 我就是喜歡跟晚安 Mina有吃飽嗎 嗯 你今天問我有吃飽嗎 應該不如說 我有餓嗎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餓 但是因為 等等還有事情 所以 我還是必須先吃點什麼 嗯 最後一口吃完了 謝謝家好的啾啾你喔 那我現在叫黃黃追蹤 這樣會不會太鹹 不會因為我就會加一點點醬油耶 你看這個 醬油的顏色其實 沒有很 沒有很深啦 就是已經是 稀釋過的 等等再看要吃什麼 好想吃冰 好想吃冰 我那天買了一桶 家庭號的冰 打算自己一個人吃 進擊的巨人也是不餓 但還是會吃點什麼 怎麼把我跟進擊的巨人比在一起 什麼口味的 買了瑞士巧克力口味 奶奶看到應該先挖一半 所以不要讓奶奶看到啊 我吃的時候都趁奶奶 去洗澡 還是她 頹廢在床上 她頹廢在床上 就是不會動 所以我都趁 嘿嘿她去躺了 然後再偷偷把冰淇淋拿出來吃 因為只要我跟你們講 家裡只要被奶奶看到的食物 她就是食物掠奪者 凡被她看見食物 沒有一個不吃的 太可怕了 所以我趕快把它藏起來 奶奶會翻冰箱 其實不太會 因為她其實不太 她不太打理家務的 就是 就是家裡基本上都是我在整理 所以每次有什麼東西 她就會問我 欸什麼什麼在哪裡啊 還有冰箱裡有什麼菜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她 她問我 我都會知道這樣子 她不會沒事去煩 因為她其實平常 沒什麼在煮菜 不會開冰箱 冷凍不常開啊 晉級的奶奶 奶奶是食物鏈頂點 我好可憐喔 我就是那個僕人 奶奶今天沒在偷看直播嗎 她應該在上班吧 用奶奶討厭的食物包裝偽裝 喔這招好像不錯喔 這招好像還不錯 不過要思考一下 奶奶討厭的東西還蠻多的 想要看奶奶 奶奶對決黃秘書 對決什麼 比賽吃東西嗎 黃秘書一定比較會吃啊 Mina知道冰箱的 右邊的第二層放什麼 右邊的第二層 右邊的第二層放 放調味料 就是 什麼 黑胡椒啊 胡椒粉那種 瓶瓶罐罐的那種 然後還有眼藥水 對 問太細了吧你們 我真的知道啊 買三把菜把冰淇淋遮起來 冰淇淋是放冷凍庫好不好 青菜是放冷藏 根本遮不住 冰箱下面藏了什麼 冰箱下面 哪邊的下面 你們很好奇我們家冰箱是不是 還是我們現在開始開箱我們家冰箱 胡椒粉為什麼要放冰箱 胡椒粉 因為它上面包裝就寫開封過後就要冷藏啊 所以我們家醬料什麼都會放冰箱 真的嗎 我們家冰箱有什麼好看 我突然想到 我們家冰箱上面都會貼我的那個 to do list 就是我提醒我自己每天要 每天要做什麼 每天要做的事情 讀書最重要 讀書 然後可能會讀英文日文還有樂理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練琴很重要 練琴要練 Bass吉他 鋼琴鋼你還寫錯字 其實我們家有一台電子琴 就是 電子琴 因為我小時候就說我很想要學電子琴嘛 然後就 之前發消費券的時候就用消費券買了一台電子琴 結果我就小學了一下 可是後來 後來 就停滯了 所以我就會寫這個 就是提醒自己 就是那個鋼琴 不是電子琴買了要用它 對可是其實我常常 我常常只彈了Bass跟吉他 一天就過去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練到鋼琴 我看什麼樂理書 我看的是爵士樂的樂理路門 因為我之前上網看了 很多人推薦樂理的書都是推薦那一本 我下次可以 下次可以介紹給你們我的書櫃 我的書櫃 有機會 好今天先給你們看我的冰箱外層就好了 因為我等等 差不多要準備直播結束了 所以今天先給你們看冰箱外層 然後好運動很重要 每天要拉筋 拉筋很重要 雖然成員都說Mina很愛拉筋 可是拉筋很重要啊 還有律動 就是因為我律動比較不好 然後我就在之前有工作人員 就是教我基礎的律動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每天練習我的律動 然後還有重訓 在家的重訓其實也不太算什麼重訓啦 就是我之前介紹的那些運動器材 就是稍微練一下或者是做個棒式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些 偷偷整理過後才可以看 看什麼 期待內層喔 內層沒有什麼東西啊 其實 期待下次開箱 開箱 好那下次可以做開箱冰箱跟開箱那個什麼 開箱我的書櫃 這樣一天下來也是蠻充實 對啊 其實我寫的那些不是說我一整天要做什麼 就是 就是 我基本上會自己分配啦 就是大概 每天要做的大概就這些 但是我會可能挑著做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就是 每一項 每一項挑一個 就是比如說今天就先讀一顆 然後今天可能先練個吉他 運動的話可能 就是看 就是選著做 可能就是 三個 至少每天就是至少有運動 練琴跟 跟 什麼又完了 跟 跟 運動練琴跟看書 對 這三樣反正就是 就是不可能一天全部做完 但是就是會挑著做 就是 至少各個類別都有涉獵到 代表我今天是充實了 那當然還有做家事就是 我每天打掃什麼 都是每天要做的就不會寫在上面這樣 一邊辣經一邊彈琴 是也沒有這麼沒時間啦 然後被死占去大部分的時間 確實 但是因為讀書本來就是比較乏味的 讀書花的時間最少 讀書大概就 差不多一兩個小時左右 那讀書通常就是我 早上比較早起的時候 我就會起來讀書 然後 有時候英文的話 我最近蠻喜歡就是用手機APP 線上就是可以 有線上學習的 然後就是 早上早起的時候會先讀書 因為我覺得早上是 腦袋比較清楚的時候 放假就躺在床上耍廢 但偶爾也會小耍廢 但是彈琴對我來說是一種休閒 所以還是基本上每天都會做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直播比較短 今天直播一個小時而已 謝謝Akira的帶你去流浪 因為我等等還有事情 所以我差不多 我先來念一下排名喔 可以開箱我的衣櫃嗎 可以等我換完季嗎 因為最近就是在換季 我的衣櫃就是有冬天夏天的衣服 就是還沒有整理好 還沒有整理好 謝謝Akira的Kiss Juju 謝謝志偉哥的新之怪 衣櫃不用了 你們要看也是可以啊 開箱姐姐的 開箱衣櫃 但我覺得你們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對於男生來說 不是都差不多嗎 衣櫃不好奇 好啦我先來念一下排名囉 我覺得我手機快沒電了 對我手機快沒電了 今天的第13名是 馨謝謝馨 第12名是 志偉哥 謝謝志偉哥 11名是 玉琛 謝謝玉琛 第10名是 傅偉哥 謝謝傅偉哥 第9名是 小瘋仔 小瘋仔520 生日快樂 第8名是 命謝謝命 第7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第6名是 阿米 謝謝阿米 第5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4名是 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第3名是 夏兒 謝謝夏兒 第2名是 家豪 謝謝家豪 家豪的頭貼那一張 是不是有一點 有一點半閉眼的感覺 第一名是 蘿莉狼 6666 謝謝蘿莉狼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然後我真的要 準備 準備 去忙了 所以 今天就開到這邊囉 雖然很捨不得大家 好像 還有很多話沒跟大家講 但是對 我們下次直播 應該是 通常啦 通常是星期一的晚上9點 星期一晚上9點再見喔 大家下禮拜見 掰掰 好啦下次開箱冰箱 冰箱 等一下冰箱到底有什麼好看 冰箱那衣櫃我覺得 我覺得都很無聊耶 大家掰掰 掰掰 蘿莉狼掰掰 爸爸掰掰 Challis掰掰 西風娘 See ya 泡芙大叔掰掰 大家去吃晚餐吧 玉超掰掰喔 大家掰掰囉 掰掰